第三节,最近我觉得一个比较特别的现状 我们很多时候会讨论这个能源的问题 这个能源的问题我相信是上升到一个地缘政治的层次 大家看到就是沙拉一百开始滚鸡了 开始害怕了,害怕怕什么呢? 咦,大家晚点不用石油,不用石油麻烦了 另外有几单消息可以报一报的就是 德国就开始宣布停了所有核电厂 刚刚这个星期六就将它最后一个核电厂都关机 是的,与此同时,芬蘭方面就开始了他们另外一个核电厂 我不知道是第几个,不是第一个 但是对于芬蘭来说,我觉得很奇怪这个选择 因为芬蘭是最近加入了北弱 它是靠近了俄罗斯的 大家看到乌克兰的问题已经知道了 就是当一打上来,这个核电厂是成为了一个筹码 我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它会做一个这样的行动 除非它觉得一定不会打 同时就有观众问我们有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最近在核聚变的发展方面是相当之嬌人的 我相信我们都要比较公正地评价 就是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 但是几样东西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框架去分析呢? 是的,我们这节专讲能源,是不是? 那又有一个原因,为什么突然之间我们讲了很多能源呢? 除了真的发展的节奏越来越快之外 也是小弟最近避课是要避的 所以有很多资料我可以,原来有看开的 又这样讲,科学新知这个节目做了都成七年多 如果再有下一个七年多,就去到2030年 其实就会看到一个人类在能源运用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就是会说几乎所有的已发展国家 它会首次是说用再生能源的份量 是超越了用传统能源的份量 那现在刚刚美国公布的消息就是说 它们用的再生能源的份量达到20%左右 如果你广义的继续结症能源,20%左右 那就超越了用煤的份量 但是总体来说,你如果将天然气、煤和石油加起来 对于美国来说还是占大部分的使用 那你可以说,这样也很慢而已 但是不要忘记 最近积极下来的新的那10-20%的那种 那种结症能源的使用 全部是在这十年内发生的 所以你说在下一个十年 如果再有一个加速的姿势的话 由20%左右上升到50-60%是可以出现的 我甚至说是没有什么意外一定会出现 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地说呢 因为那个风电和太阳能的资源 我们很清楚是有多少在那里 只要你肯弄,你就能够採集了 所以那个能源革命 我会觉得现在我们的错证是一个 刚刚当初起进入了第一次 就是那个加速 真的认为可以认定了 实际发展是有用 是抵用 然后可以大量地投入的那个阶段 那么中国大陆的投资也很大的 就是对于这些风电、核电、太阳能 都是踩到很尽力的了 但是在最后一刻 在不犧牲的经济发展情况之下 那当然也是说有那个发石原料 就继续用下去了 但是可能真的在说 2030年我们再回顾一下 你就真的会感受到 整个世界的那些石油输出国组织 那个的分量就会差了很远 那么如果刚才台长有提了 刚刚德国就关机 就不用核电 那么他德国不用呢 那个原因很大程度就是 由2011年那个福岛311事件那里去触犯 那么也都再加上本身 德国的那个封电资源是丰富的 那么他做出来 他就算不用核电 他都还有能力去输出能源给其他周边的国家 就是德国本身是一个能源输出国来的 本身都是 就算他不用核电他都做得到 但是有些国家很有趣的 法国大量使用核电 然后北欧国家都选择大量使用核电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大分歧所在 就是核电究竟是安全不安全 还有干净不干净这件事呢 原来你发觉每个不同国家 就那个的认知是可以超越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是 在德国里面呢 都有大量的科学家是反对这个决定的 是啊是啊是啊 民众也是会觉得 哎 为什么要不用核电啊 会是这样的 是啊 特别是来自那个天气的研究者 就是气候研究者 甚至在那个麻省理工 和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 和包括两个诺贝尔德掌者 都反对这个做法 不过我相信我们不需要讨论东西了 这个留给德国自己去讨论 但是呢 那个核电厂成为核弹的问题呢 你可不可以说一点点呢 首先核电厂不会成为核弹 核弹在用那种的 油元素的纯度是九十几百分钟 就是伊朗现在不断把纯度提高 浓缩油嘛 将油越来越浓缩 最初呢 4%呢 4-5%左右 就是一个核电厂那种核原料 凡合理的浓度来的 如果你过了4-5% 你再浓缩上去呢 就已经有理由相信你想搞核武的了 那么伊朗呢 不声不声 抽下高点抽下高点 二十几五十几一路上 现在伊朗是弹到九十的 所以基本上就 其实你不要说了 美国佬没有空而已 你试一下好像那时候 还是反恐战争的时代 整个世界就是瞄着你中东来谋的时候 你试一下伊朗够胆弄到五六十的 那种浓度的油元素 其实美国已经炸了你了 都不用美国炸的 那一次就发生了一件事 是举小觸目 就是如果你做电脑的话 就是整个伊朗核电厂 单机 是的 那为什么单机呢 就是因为原来 中了一只病毒 电脑病毒 那病毒是怎么来的呢 那现在讲一下以色列做出来的 那是世纪病毒来的 那只Stanet 这个是如果有电脑专家可以讲讲 就是国家级的电脑攻击 也要超出我们这个节目的范围 那我们再讲讲就是 就是那个核电方面 基本上我想都是一个不同国家的选择 有些国家是无可避免 例如日本 是 无论怎样都好 甚至你问我 反核运动非常激烈的台湾 我都会认为最后是逃不出要用核电的 其实因为你用不用核电呢 首先第一 你如果只是讨论安全不安全呢 你每一种的发电形式 都需要有一个安全系数的顾虑 那当然核电它一出事起上来 那种很多时候的影响是很难 recover的 那好了 我们又没有下一代的核电厂 如果是核电厂令到一些东西是安全的 那是有的 反而大家就会走向一些比较微型 比较小功率的核电厂 就不会像乌克兰那样 那样做那个叫扎波罗热核电厂 那样做到很大 那样 那大家为何还敢建核电厂 原因就是第一 他们认为可以建得更加安全 第二就是说大家都会觉得 就算是打起仗上来 你很多国家都不敢 因为那道德考量上 都不敢乱炸核电厂 第三就是说 那些核电厂 你就算真的要炸到爆 那种爆就不是核爆 它最多炸到就是那里 弄到一坨东西弄到周围都弄髒了 就达不到 即它不是一个可以爆成为核弹那种 那样的结果 但是更加可能就是 你会看到 就好像那个赤尔诺贝尔那样 令到周围的地区 就以后不能用 那于是乎呢 你如果打起仗上来 你有这样的战争行为 基本上就是 那个暂时来讲 大家会觉得 那个道德责任是很大 那所以你看到 就算俄罗斯 他和乌克兰去打的时候 那个核电厂 它是顶多就是将它 吞到最低功率 不用 但是就反过来 就是现在 谁拿到核电厂 就反而觉得 你就拿来要掩护了 你会发觉 现在俄罗斯 占了那个扎波罗热核电厂 还反指乌克兰 襲击它的核电厂 这件事是这样玩 大家就不是斗炸核电厂 大家就是斗霸核电厂 来掩护 就等你博你不敢炸 其实就是 对 而且因为炸的代价很大 代价就是全人类承受的 于是乎就是整个 你没有这个道德高地 这些就是相对 跟科学不太有关的事情 但是由技术层面 也都適逢小弟 有同事 他本身就在法国的核电厂做过 我真的问他 其实新一代下一代技术 我们觉得他这样安全 其实有没有道理 他说是的 那纯粹就是 他说了 福岛311那个事件 那个反应堆 虽在什么呢 就是虽在你停止运作之后 你没有办法将它行温 于是乎去堆心溶解 引致轻爆 污染地下水 那反过来 如果我们的核电厂 不要弄得那么大 反应堆不要弄得那么厉害 就令到它的温度 上限 不会能够溶到外壳 那于是乎 就不会有堆心溶解的问题 如果没有堆心溶解的问题 整个东西 整个反应堆 包住里面的那些核原料 最多就在里面热住 就不会有东西漏出来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的效果的话 那基本上它就说 它的反应堆可以更加安全 那么你看到 今次芬兰去整个核电厂 规模不算大的 但是它已经足够供应到 它的国家里面 百分之十四的能源需要 这个纯粹就是 我会说 是控制那种 传统核电厂的技术的进步 还有也都是有赖于新材料开发 就是令到更加耐热和强度更高的东西 我们去找得到 那未来还可以做得更加轻巧 所以我甚至会说 到我们能够 呼应回我们第一节 月球基地能够建立 譬如劳斯莱斯也好 New Space这些公司也好 能够将这些 微型的核反应堆 发明出来之后 其实你就会看到整个核电的应用 又会再反扑起来 如果说反核的人士 听到就会觉得很不开心 因为你会发觉是将来 但是他们的目标就是 亦都因为用了这种核电之后 我们可以减少很多碳排放 反而是帮我们 达成到一些环保的目的 你一个国家不需要很多 如果你计算一下 你风电资源不稳定 太阳能资源不稳定 然后你不想用天然气 你也没有什么地热资源 最后你只能够选择 选择开发生物能源 和选择核电 如果你放在台湾的情况来考虑 它封电的资源可以不太稳定 它有很强的风 但是有时的风格破坏力很大 太阳很不稳定 相比于沙漠地带来说 它的天气系数不太好 然后台湾有地热资源 但是可以开采到多少呢 那视乎它的投入有多大 那你要计算一下 最后能否满足到 你的国家的工业生产需要 很多时候是工业生产需要最强的能源 你只是一个台积电 你要保住台积电 你一定要给充足的能源供应 于是你七除八扣之后 你会发觉 你计算完之后 你最后填不了那条数 你就用核电来搞定它 所以这里会看到就是 有国家去不用 有国家要用 但是长远来说 我会觉得 都会越来越多国家要去用 另外再去讲下一个就是 有没有一些新款的核电 新到现在还在开发 但是迟下都有可能 那我们一直以来 科学新知都追着来说 就是核聚变的技术 所以就可以连到 中国这个星期 去那个人造太阳计划 那个进展是怎样的 那它的计划 现在已经走在这个世界最尖端 其实看这些新闻 千万不要只看中文的新闻 你如果看中文的新闻 它就告诉你 中国人造太阳又成功 又那么久一点 然后又领先世界 因为这样的 这件事情 就好像一个小朋友读书 这样的 你现在只不过在这科 拿了第一名 但是还有其他 你要整个project完成 全这个东西 要领先世界 你要是很多方位的问题 你要解决才行 但是有这么说 我又不是要去贬低 中国的那个进步 但是比如说 中国在哪个位 就是准确来说 哪个位在那里领先世界呢 就是在它点着这个窩炉 将窩炉里面的那些轻的元素 提升到去上亿的温度 去到上一亿度 就基本上是可以有核聚变反应去发生 然后一个更加 我觉得更加难搞的问题 但是中国这次有处理到的就是什么呢 它能够将这个 有一亿度这么高温的电章 或者等来子体 就是由轻形成的等来子体 是稳定地凌空缘浮 控制了一个足够长的时间 那么它这次说的这个时间 是不是四百几秒 还是 四百零三秒 是的 为什么以前听过它说成千几秒 为什么今次四百几秒又聪明 那你就要看很多参数了 它那个电流量多大 里面它的流量有多密 密度越高越难控制 越难耗得久 另外就是温度多高 温度高也是难控制 如果它是可以在那个温度又高 也都要上到说一亿度才有意义 然后它那个电流的流量又密 也都可以控制够久的话 那今次就 这个四百几秒就叫破纪录了 那可能以前有些是控制到千几秒 但是温度没那么高 然后密度没那么高 那于是乎便容易控制到千几秒都可以 但是在实际要运作 你要令它能够铲电的话 你一定要将它提高到实际运作时候 它有的温度就是一亿度 所以我会说 是中国也都比先前更加靠近的成功就是这样 但是呢 就是它们用着这种技术 依然就是TOKEMAT的技术 跟它们去比拼咬得最紧 现在就反而是韩国 韩国在它们的KAIST 就是它们做的那个WALLO 又是用同款的这种东垃形状 它们叫做TOKEMAT的WALLO 那其实在我们以前的科学回忆录 讲的萨克罗夫 就是由萨克罗夫想起这种TOKEMAT的模特 另外你说一个是在欧洲的世界联合的 那样的WALLO也是TOKEMAT 但是呢 如果你看到未来在美国 又很有趣 就不是由美国的国家主导 就是由私人公司 已经有相对有成好几间的私人公司 建了出来 是建了这个核聚变WALLO 但是它们就不是用TOKEMAT技术 而且它们都在整的了 那最后究竟是这种由国家去孕育出来的TOKEMAT模特 韩国快点 还是中国快点 还是美国的民间私人公司 搞的其中的另外一种的核聚变WALLO 是会快点弄到呢 那我们看到有个很急剧的比评 我们上次去报道 就是美国公司的结果的时候 它是做到什么呢 能够做到输出大的输入 在一个很短的期间 那现在这次中国这个 它有没有可能做到输出大的输入呢 还没有 而且它这次中国去做这个 这个叫做人造太阳的工程里面 其实我觉得最不合乎 去到人造太阳的条件就是 里面那个产生出来的核聚变反应 还没有很多 因为它这次最主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如何控制好那些等离子体的问题 你不控制好等离子体 你之后就算产生了大量的能量出来 你都控制不了最后的东西 就是坏了 其实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这东西一步步离 我觉得中国在这个工程里面 又去进一步去接近成功地解决一个很重要的技术问题 那什么时候可以正正式式去试一下能不能输出能量 我作为地球公民的话 我当然是想这件事早些发生的 因为如果这些任何一个国家去核聚变波奴成功的话 其实也是为未来世界提供一个非常稠淨能源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 但是我相信就是无论哪个国家最快达到目标也好 这个技术本身都是功用的 就是不会说你独自占领了这种技术的 是的 是的 好 那我们在这里结束我们下一次再回来 好 谢谢大家 欸 好